今天宣布就已恢复韩国旅客免签入境的台湾日本还有澳门等八个地区 11月1号起呢将会重新开放旅客免签入境韩国 台湾在疫情前每周直飞的航班超过了500班次 互为第三大观光客来源国 疫情爆发之前双边互访超过了245万人次 恢复免签入境待遇后渴望续创新高